Saint Michael,如果你还没有听说过这个潮牌,那么真的要补补潮流客啦 这个2020年新创立的街头品牌,可以说是出道极尖峰 被喜欢日潮和美潮的玩家同时认可 也吸引来了一众明星上身 联名单品啊,也是话题度满满 今天,情报员就来到了元素的GR8 跟兄弟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新进潮流品牌的实力 兄弟们,我是东京潮流情报员 美族例行探店,带来第一首东京潮流资讯 G28,这家老牌的元素潮流买手店 相信各位玩家都有所耳闻 上个月刊业也是刚刚来打卡 可惜啊,没能巧遇一下 果然,一进门,Saint Michael就摆在最主推的位置上 在细聊下这个单品之前啊 咱们先一起补课一下这个品牌的两位主理人 那可都是大有来头 Saint Michael呢,是由ReadyMade主理人戏川雄泰 和洛杉矶艺术家Kelly DeWitt于2020年 联手新创立的品牌 先说一下ReadyMade这个品牌 2013年,从Remake起家 最擅长的啊,就是神乎其神的军事风作旧工艺 细川雄泰呢,一直执着于古着款的质感 品牌最开始出圈的啊 就是古步缝制的爱马仕香奈尔的包款 很快就从日本红到了美国 跟Travis Scott合作 跟贝普做的一系列联名 也是很受追捧 戏川雄泰的大名啊 也是渐渐跟Nego一样 同时被日本和美国的潮流圈认可 去年也在村上龙的支持下 第一次举办了个人画展 可以看到街头涂鸦的风格啊 跟Saint Michael如出一辙 而另一位Kelly DeWitt 则是一位出名的专辑封面设计师 也是为Canye West设计了唱片周边商品等等 可以说啊 嘻哈摇混音乐圈的朋友圈 也是安排的妥妥的 2020年 两位合作创立了全新街头品牌Saint Michael 其品牌名称啊 灵感源自于欧洲神话的大天使 可以看出在品牌文化的输出上啊 Kelly DeWitt起到了主要作用 而品牌的另一大特色呢 则是Ready Made级别的日本产用料做工 和做就破坏工艺 接下来咱们就来看看实际在售的店铺里的单品 一进来啊 就看到在主推的夏季短袖T恤 摆得整整齐齐 宗教风格题材的T恤啊 自然是不能少 T恤图案的画风 也完全是上世纪的VintageT风格 咱们来看一看这一件天蓝色logo的T 首先不可能不注意到这个胶印的做就工艺 我只能说啊 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了 再来看一看领口的磨毛和水洗脱色效果 包括连洗标啊 都是一并做就 这一件logoT的价位是24000日币 价位上啊 确实在街头潮流品牌里面做到顶了 不过说实话 一件类似橙色品质的VintageT 怕是还不止这个价位呢 其他的图案设计也很丰富 比如这一件简简单单图案的耶稣受难 价位25000 还有很多其他图案的T 大都是logoT和宗教题材 重点来看一看这两件跟Denim Tears联名的T恤 一件漫画风格 颇有些南方公园的味道 配色的品味啊 可真的也是够复古的 另一件照片T 价位上来不少 快三万了 同样是Made in Japan的品质 不过说起这一次的联名呢 这件卫衣 怕是话题度最强的单品 St.Michael 从出道及巅峰 给朝人们留下印象最深的单品啊 就是满身涂鸦的帽山卫衣 街头风格的涂鸦 以及宗教意味的图案 再加上一些长长短短篇幅的文字 让一件卫衣瞬间街头感满满 另一点啊 就是要说一下做就 整件卫衣 经过水洗后 鲜艳的图案和文字啊 统统褪色 竟然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和谐统一感 其中破洞啊 污渍等处理 也完全能看出 Ready Me的多年累积的功底 卫衣底部呢 是直接剪开破坏 也是古卓Remake中 经常见到的手法 再加上Denim Tears 标志性的棉花胶印 整件衣服要用料有用料 要文化有文化 而且标识性极强 确实是一件精品 价位呢 在7万日币左右 相对于T恤啊 反倒觉得值了一些 可惜只剩下一件L码了 否则应该试一试的 联名系列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款 做就的胶印破坏工艺也是了得 不过总感觉 跟这件满印涂鸦的款比 还差了一点意思 其实呢 还有另一件比较红的款 就是LeBron James上身的棒球外套 不过现在店里呢 已经找不到了 只剩下一件同系列的 Coach Jacket 还有横须贺夹克 说实话呢 这两件都是比较偏向美潮的风格 更多以图案和背后的文化为卖点 再旁边呢 就是最近跟Velon的联名款 这条短裤 后面军事风的印字 颇有Ready Me的的味道 价位4万日币左右 还有同系列的茂山卫衣 价位6万日币左右 这件还有大马的XL马 机会难得 我也来试穿一下 可以看到 品牌的版型呢 并不是走oversize风格 XL马对我来说啊 是刚刚好的和身 不过现在这天气啊 单单是套上卫衣 就热得流汗 这里呢 还有一件T恤 比较适合夏天 正反面都有超大的印花 同样是植入品牌基因的 做旧水洗效果 是不能少的 这一件价位3万2 安逸元兄弟啊 跟我一起来做直播 喜爱街头品牌的他 毫不犹豫的就拿下了这一件 安逸元兄弟身高185 选择的尺码呢 是XXXL 稍微有一点点oversize 如果选择XXL的话呢 应该是比较合身的 供兄弟们选择 尺码的时候参考一下 阳光下呀 细节做旧的效果 真的是清晰可见 确实是在美潮品牌中 难得一见的做工 今天的探店呢 就到这儿 凭借顶级的日系做工 加上美潮街头的图案和文化 Saint Michael在这一两年的 窜红速度可不一般 不过在涂鸦卫衣 和Vintage风格梯之后 能否再有新的突破和亮眼设计 再掀起新的破圈潮流 就真的很让人期待了 另外友情提示一下 想选购的兄弟 一定要注意一下尺码 版型和尺码都比较偏欧美的风格 如果觉得今天的探店解说 还不错的话 记得点一个赞 让我知道 其实G28呢 还有很多其他有意思的品牌 我下次呢 也会再多拍一些有趣的探店分享 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